你的筆電是怎麼登入系統的呢 捨棄輸入密碼 只要輕輕按下筆電開機的按鈕 就用指紋同時解鎖開啟電腦 已經成為未來筆電的新趨勢 而加上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遠端辦公、遠端教學 帶動不少筆電新需求崛起 而加上新功能的加入 讓筆電市場增添不少色彩 翼龍電子古號2458 產品涵蓋筆電當中的觸控螢幕 觸控板、指紋辨識 甚至是部分筆電正中間的小紅點 而粗估翼龍在觸控筆電晶片 南瓜全球接近六成的續戰率 而未來筆電市場要怎麼觀察 翼龍的技術優勢和經營策略又是什麼呢 我們帶你一起來了解 現在已經從一個品牌裡面 已經控制給我們 明年的數量 所以我們明年的Market share 還會再提高 那最主要就是 兩件事情我們新的技術 實際在投資 不像我們競爭對手 可能沒有像我們這樣 投入那麼多的能力 對新的產品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們在這一次的疫情的發生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盡量滿足客戶的需求 疫情爆發時的產業動盪 卻也讓翼龍掌握先機 營運展望比起年初更具動能 而事實上疫情爆發之後 更是考驗廠商的即時反應能力 和產品競爭力的時刻 因為這一次即拉貨的問題的時候 就要考驗到每一家公司的反應 那我們的競爭對手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的代工廠什麼受到影響 另外我們算是比較積極 比較積極 那所以我們甚至在台灣成立組裝 因為我們本來中央就有組裝 所以我們在台灣有一部分也開始做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這站起來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們從競爭對手那邊 share到了這個市場的機會 觸矿螢幕的需求 受到遠端需求提升之後 市場滲透率節節攀升 有機會從去年21%增加到23%以上 而當中代比的需求 更是呈現成長的態勢 你們現在講這個視訊會議的時候 你現在沒有白白 以後用我們那支筆 就在螢幕上面就可以寫 所以你的PowerPoint 以前你用你的科捨這樣子 你以後就直接筆上面寫 你知道嗎 所以筆的需求 因為這個media conference 使得筆的需求比以前成長更快 翼龍在2018年打入微軟的Surface Go機種 而今年再打入Surface Go2 有機會增加後續營運動能 因為我們跟Michael Shaw合作 現在兩個 一個是他跟他標準 訂標準的人 一個是他自己的brand name 就是Surface這邊 所以我們最大的好處 是跟Surface合作的時候 他出來的時候 他的產品出來的時候 才也會開始宣布 所以有時候Dale HP會很吃味 說你自己訂標準的人 你東西先出來才把標準弄出來 但是這是兩個不同的理由 所以因為這樣我們有一個好處 我們跟他一起在訂規格 他的新的產品 以前呢 Microsoft 沒有做像成品這樣 focus而說 有時候你的筆的速度很快 但是送到OS那邊會delay掉 但是這一次我們跟他一起討論 他就開始注意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畫下來 蘋果的速度很快 我們的速度很慢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上消息你在處理的時候 delay或什麼樣類似的 所以他就 off-delay的以後 我們把很多的問題克服掉 我們告訴他要這個克服 那我們這一部分呢 又做了比蘋果 老實說 我們出了 我們是比蘋果還有經驗的 處理那個方面 所以這一次 所以你說呢 對我們是很滿意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第一代用我們 第二代又持續用我們 表示說 你的功能是相對的 而且我們這一次出來 是要跟蘋果PK的 是這樣 至於在觸控板方面 翼龍也提供整合度更高的模組方案 試占率有機會從去年50%再往上提選 Corebook就是你打開電腦的時候 你用WiFi就直接通了 那隨時可以update最新的OS或什麼都可以 所以它很便宜 有些300塊美金就有 對 所以因為今年呢 這裡特別多 有一部分是這個地方 但是對我來講沒有差 反正Touchpad的 你放在教育用的 在雙用的都一樣 那價格都差不多 所以我喜歡充量 不是喜歡充high-end的東西 這是一個 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教育的這個東西改的方式 線上教學什麼這些改變 所以使得這個需求很旺 指紋辨識產品方面 受到資安需求的提升 指紋辨識用於筆電的方案 被市場肯定 而今年市場滲透率也有望再提升 如果不可的話 現在因為Windows散樓 已經慢慢在抹抹 就是希望你是用指紋了 或者用人臉 那老實說人臉很不方便 尤其現在常常戴口罩 什麼那些 這是不太靈光 那所以指紋的需求越來越高 指紋的話大概 以前我們的Touchscreen大概 Penetration rate 大概20出頭而已 但是指紋已經超過Touchscreen的Penetration rate 你知道嗎 現在應該甚至30以上 所以這個指紋第一個會成長 在NOBOOK裡面分成兩個 一個是靠原來的CPU 我叫Match on Host 就是CPU 一個是在我們這邊 我們有一個DSP把它除掉 叫做Match on Chip 所以卻有兩個 那現在各家的策略不一樣 有一家美商連Consumer 整個是Match on Chip Match on Chip單價就很高 就是五六塊錢美金以上起跳 那個東西 因為除了Center之外 還有一個DSP 另外翼龍也發展出 3D防甲指紋的方案 能夠更精準辨認指紋的增價 增加資安的維護 因為Windows廠樓有規定 有一個3D Anti-Spoor 3D Anti-Spoor就是甲指紋 你用甲指紋去按100次 你只能夠有10次被闖過去 90次要把它擋下來 但是大部分現在 都是應該50%闖過去 現在市場上 包括蘋果都被闖過去了 除了消費性電子產品 會使用到指紋辨識的功能之外 翼龍更切入聯合國的識別證 後續更鎖定信用卡市場 最快將在下半年侵入量產 那這是 所以簡單的講 這就是不一樣 這是聯合國的識別證 聯合國的識別證 然後後面就是用我們的指紋 這個已經開始出貨 那所以未來 我覺得就是在這種卡片上的 會有兩個應用 一個就是像這種識別證 另外一種就是クリティ卡 那クリティ卡的這一部分 在第四季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出給大陸 還有歐美的廠商 那它的量應該會在明年再起來 台灣IC設計公司近年來 逐步將技術投入在AI方面 而翼龍也積極將現有產品 AI化提升附加價值 更發展出邊緣預算的技術 搶攻未來商機 AI我們分成兩個 就是翼龍本身把現有的產品AI化 所以你可能就用一個Touchpad 這平均單價一塊半兩塊的東西 可以做AI嗎 那確實可以做AI 我們現在都做到了 包括Touchpad 所以我現有的東西 我就把它AI化 這是一件的事情 所以提高我們的技術的門檻 第二個AI我們在新的技術 那AI我們比較偏重在什麼 我們叫做Edge Computing 我們在這個Device這一段 因為IC設計的人就是Edge Computing 然後把AI做進去 所以我們發展的東西 很重要我們是跟中央研究院 資訊所這邊合作 整個團隊合作 就是做Edge Computing 這個Argrid演算法 特別focus在我們叫CNA Convolutioning Network Network 就是在做影像主力 那我們現在就跟他們一起開發 因為翼龍有投入人力 就在開發這樣 那產品現在可以DEMO 那我相信在第四季可以亮產 就是用AI去做A-LUS的產品 這是一個在液晶的部分 因為我AI這個技術了以後 我們去用這個CAMERA 尤其是360度 遺眼這個CAMERA 我們想要去做一個紅綠燈的控制 那現在呢事實上 我們已經在桃園大園 有五個地方的路口 已經開始在做實驗了 應該在 我想最遲應該在9月底的時候 9月的時候會看得到 就是說交通控制用AI去做 那是全世界很理天的技術 展望未來營運動能 翼龍看好 第三季將迎接傳統的筆電旺季 將再挹注營運動能 那第三季的部分 我認為FORCE有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想利用這PIC管 趕快再去建議庫存 這是一個基本他們要做的事情 但是可能這個會跟ODM廠 就是說農不可的製造商不太一樣 因為農不可的製造商 他不會這件庫存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馬上做這船 那我們是中二零件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農不可製造商跟我們之間的差異 最主要應該是在這 我認為 那我們的庫存被拉光了 所以現在第三季的訂單 希望除了原有現在滿足 現在第二季不能交貨的部門之外 看能不能開始建庫存 第三季比我們想像中好 是這樣的原因來的 那第四季呢 我們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是說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新的機種 一直delay 所以我們認為在第四季的時候 如果疫情比較平緩的時候 應該會有新的機種慢慢錄出來 如果疫情還是第二次爆發的時候 會不會把第三季建的 甚至還建不滿的庫子又再來就不知道 現在就不知道 所以用這樣的原因看起來 第四季應該不會 應該會比去年好 比第四季 所以我們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都應該現在的出貨的狀況 應該都會比去年好 翼龍電子在筆電市場持續拓展 增加市占率表現 而近年營運表現更是維持 每年成長的態勢 2019年美股盈餘更是創下歷史佳績 而今年市場預期能夠攪出不錯的表現 未來營運備受市場關注 我們將持續為你鎖定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各位kun Too 我們下次見